一田记 乾公府 范文正公 苏人也 平生好诗语 则其轻而贫 疏而闲者 闲诗之 方贵显时 至富郭长忍之田千亩 昊曰一田 以养记群族之人 日有时 岁有衣 嫁取胸脏皆有善 则族之掌而贤者主其绩 而拾其出纳烟 日四人一生 岁一人一间 嫁女者五十千 再嫁者三十千 取富者三十千 再取者十五千 葬者如再嫁之数 幼者十千 足之聚者九十口 岁入几道八百湖 以其所入 以其所入 几其所聚 佩然有余而无穷 使而家居四代者 玉烟 使而居观者 霸其己 此其大叫也 除公之未贵贤也 常有志于士乙 而立位待者三十年 继而为蟋蟀 及参大政 于是时有怒似之路 而终其之 公祭末 后世子孙 修其业 成其志 如公之存也 公祭未冲怒厚 而贫中其身 末之日 身无以为恋 子无以为丧 唯以师平活足之意 以其子 而已 习燕平众 必居雷马 环子曰 是隐君之四也 燕子曰 自臣之规 父之族 无不成居者 母之族 无不足于衣食 七之族 无动哪者 其国之士 代臣而举火者 三百余人 以此而为 隐君之四乎 张君之四乎 于是 其侯以燕子之伤 而伤还子 于常爱燕子 好人 其侯之贤 而皇子 福义也 又爱燕子之人 有等级 而言 有次也 先父族 次母族 次妻族 而后 及其疏远之贤 孟子曰 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燕子为尽之 观文正之意 贤于身后 其规模圆举 又宜过之 呜呼 是知都三公位 享万中路 其底地之雄 居于之士 声色之多 欺奴之父 只乎一己 而族之人 不得其门而入者 其少哉 愿于世 既于世贤 其下为清大夫 为氏 灵烧之冲 奉养之后 只乎一己 族之人 嫖围围围围固中 己者 其少哉 旷于他人乎 世界公之最人也 公之忠义满朝廷 事业满鞭鱼 功名满天下 后必有史观 殊之者 于可掠也 读高旗义 因你移于世云 未经许可掠也 未经许可掠也